这对老夫少期未寻求刺激 居然玩起了大尺度游戏 男人吞下一粒药丸想要住行 却因后劲太大 突发心梗而死 而一旁的女人正锁在床上无法动弹 更惨的是 附近的野狗正闻心而来 疯狂啃食男人尸体 原来 夫妻两感情受挫 为了挽回婚姻 来到偏僻的别墅寻求新鲜刺激 丈夫准备了一些住性的道具 还用上了货真价实的手铐 他将妻子的手锁在床头 刚开始为了迎合他 妻子一脸兴奋 可随着男人越来越过分 他终于忍受不了 但男人依旧不管不顾 就在他准备大展身手时 下一秒 男人突然紧紧捂住胸口 一脸痛涩 最后更是直接倒在了女人身上 却可把他整不会了 连忙用脚抵住丈夫胸口 谁知一下用力过猛 对方直接摔下了床 女人顿时变了脸色 还以为丈夫在玩游戏 告诉他不要再开这样的玩笑 他用力挣脱锁链 却发现根本无济于事 紧接着丈夫头部流出大量鲜血 他连忙大声呼救 可是别墅外方圆几公里都无人居住 根本不会有人听见 五个小时过去 女人从刚开始的惊慌试错 变成了一脸麻木 而再过一个小时 天就要完全黑了 这时外面突然传来细碎的声音 他以为是朋友过来了 但下一秒 进来的却是一条食肤狗 专门啃食路边撞死的小动物 白天女人看他可怜 还用顶级牛排将他吸引到别墅头位 还大意地忘记关闭后门 现在他正对着丈夫的尸体虎视眈眈 女人看见他连忙出声制止 刚开始野狗后退 可还是抵挡不了吃肉的本能 对准丈夫的手臂上去就是一口 危机时刻 女人费力地挪动手铐 从架子上拿起一本书 使劲砸了上去 这才把野狗吓退 蹲坐在门口吃着撕咬下来的人肉 就在这时 床底下突然伸出一只手 紧接着丈夫就跟没事人一样 爬了起来 还指责他为什么让野狗啃食自己的手臂 女人一脸开心 丈夫居然没死 还一动不动地躺着 原来在危机关头 女人经常用幻觉麻痹自己 丈夫就是他幻想出来的 而这时 对方开始为他梳理事情的经过 现在离天黑只要一个小时了 接下来会越来越危险 谁来救救这个女人 她已经被锁在床上一天了 手腕阴血流不畅红肿不堪 双腿也早已麻木抽筋 而丈夫的尸体正躺在地上 不远处 还有一只野狗虎视眈眈 再不自久 她也会被分尸 看着床头柜上的手机 她尝试用脚勾住 却发现根本够不上 白天经过一整天的呼喊求救 她已经严重脱水 这样下去坚持不了多久 这时突然想起丈夫喝药时 将水杯顺手放在了床架上 于是用一只手支撑起木板 使水杯倾斜 另一只手将她接住 就这样顺利拿到了水 可她还是高兴得太早了 因为头根本够不到水杯 只能将水杯放回原位 一回头 发现一旁的野狗正死死地盯着她 她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然后突然想起早上穿裙子时 摘下的吊牌也被放置在床头架上 于是连忙伸手取下 将她折成吸管 再叼在嘴里 就这样 她顺利喝上了水 补充完体力的她 逐渐昏睡过去 在半梦半醒间 一个男人出现在她床边 只见她脖子上正挂着一个小箱子 凑过来高兴地展示里面的物品 将箱子打开 里面装满了贵重的饰品和人物 女人看着这一切 认为又是自己出现幻觉 再次睡了过去 这次她梦见了小时候的自己 一家人来到海边看日时 趁着妈妈和弟弟出海的见习 爸爸将她带到海边长椅 提出要坐在她腿上 但此时她已经12岁了 碍于爸爸的要求 她只好答应 可对方看着她 却逐渐变了脸色 这时她发现不对劲 爸爸居然对她起了反应 还将污秽物洒在她的裙子上 回到家 爸爸来到她房间和她道歉 还说要将此事告诉妈妈 但妈妈一向厌恶自己 反而会将过错算在自己头上 她只好祈求爸爸将保密 而这件事 也在她的心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 导致她一直不相信男人 在和丈夫的婚姻中也处处隐瞒 卑微地将自己放在弱势的一方 就在这时 熟睡的她突然惊醒 看到了令她震惊的一幕 这个长相怪异的男人 正铁视着女人的脚丫 熟睡的女人惊恐起身 却发现是一只野狗 她刚松下一口气 就看见了地上带血的脚印 昨晚确实有人来过 而这时太阳已经逐渐天息 夜幕就要来临 她手上还带着一枚巨大的钻截 小丑晚上一定会再次受炼 这时她回想起 小时候自己手掌被扎破 流出的血液在未凝固前 具有润滑的效果 看着被锁住的手 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艰难地将杯子拿下 用力往桌角砸去 将碎片插入木板 对准手腕狠狠扎入 随着皮肉逐渐外翻 她慢慢地将手链挣脱 之后推动床架 缩短与床头柜的距离 顺利拿到了手机 可是却发现手机没电关机了 她只好在移动床架 用嘴叼起钥匙 解开了锁扣 赶忙走到洗手台大口喝水 最后从抽屉里找出纸巾 对手臂进行简单地处理 一连串动作下来 她直接体力不知晕了过去 晚上 她突然感觉一阵刺痛 那只野狗正咬着她的腿 她将野狗呵斥离开 拿起车钥匙就往外走 可刚出门 却发现小丑正站在走廊尽头 她说服自己这只是幻觉 走到男人身边 将戒指缓缓摘下 放到了男人手中 男人也就此放她离开 她强忍着手臂的刺痛 一路驾车离开 可最终因为体力不知 再次晕倒 车也随即撞在树上 好在一户人家将她发现 顺利送往医院 经过治疗 她的手可以勉强提笔写字 于是将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 而医生 记者 警察 都以为深信她失忆了 就连她自己也怀疑 那晚见到的小丑是否真实出现 但无论怎么寻找 她的戒指始终不见踪迹 那次事件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阴影 每当午夜梦回 总能看见小丑站在她的床头 向她展示自己的战利品 因为丈夫去世 她也得到了一笔丰厚的保险赔偿金 在当了两年的寡妇后 她终于再次看见了小丑 原来 她因为盗窃林木 不止一次出现在新闻上 但因为事件影响不大 一直不受关注 而这一次 她居然非法入侵 警察在她家中 查找出了许多受害者器官 推断她并不是第一次作案 第二天 她来到审讯现场 时隔两年 她再一次见到了小丑 对方看见她也很激动 用力地挣脱了绳索 她注视着小丑 脑海里浮现出丈夫和父亲的脸庞 对着她说了句 之后似乎是和过去成功和解 戴上墨镜离开了这个地方